日前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 對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表示 美國試圖誘使他攻打台灣 但他不會上當 白宮和美國國務院駁斥 這不是事實 持續敦促維持台海穩定 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在台協會 台北辦事處處長孫小雅 在離任前給台灣的建議是 不要對中國挑釁的言論和行動 感到恐慌 但也不要對這些風險變得麻木 雖然常聽到 台灣是全球最危險地方的論述 但有時這些說法 無法反映完整的真實情況 建議台灣和夥伴 要找到一條穩健的道路 避免陷入歇斯底里和自滿之中 而到華府訪問的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表示 中國是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的主要支持者 要說可以區分歐洲受俄羅斯威脅 印太地區受中國威脅 這觀點是錯誤的 美國雷根總統基金會公布民調顯示 民眾認為強大的美國軍事力量 對維護和平繁榮至關重要 73%的受訪者認為潛在的兩岸衝突 對美國安全繁榮是重要的 而為了阻止中國入侵台灣 百分之58的民眾支持增加 美國在台灣周邊的軍事存在 百分之56支持增加對台軍售 TVBS新聞嘉輝 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